那么欢迎回到国学大本营 经过了第一关 故事连连看 我们有十位国学少年脱颖而出 他们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闯第二关 也就是小天才棋逢对手 答题时间 小天才棋逢对手 答题时间闯关规则 场上十位少年同时答题 答对其用时最短的前六位闯入下一关 同时每位闯关成功少年 将获得两枚国学工艺勋章 那么这十位国学少年是谁呢 我们赶紧把他们请出来 好 那么站在我左手右手边呢 就是闯过第一关的十位国学少年 你们闯过第一关也就意味着 你们已经获得了国学工艺勋章一枚 我们问一下今后夕 那么小眼镜就戴上 眼镜的度数很深吗 是比较深的 近视六百度 散光三百度 还有散光 我想问一下 平时是因为读书读得太多了 还是什么原因 我这个近视是遗传的 遗传的 爸爸妈妈谁近视啊 都不近视 那我姥姥姥也近视 可待 可待 太可爱了 好 大家 准备的充分不充分 充分 我旁边这位说不是很充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这些题 好像最近考的都是比较有点难的 有点难 所以你估计是越考越难对不对 是 好 自信是有的 但是也不会非常自信 因为比赛充满了偶然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场下的国学少年 如果你们答题的分数 是咱们十位国学少年中 得分最高的那位分数 十平 或者是超过他 你们则有机会获得一枚 国学工艺勋章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正式地进入到了 小天才棋逢对手 大体时间 请准备 我们进入这一轮闯关的第一题 中国象棋有着悠久的历史 趣味性强 流行极为广泛 棋盘中间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 楚河汉界 请问 历史上的楚河汉界 为今天的哪个省份 A 湖北 B 河北 C 河南 D 四川 请答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C 河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 十位国学少年答题的情况 有四位国学少年 没有回答正确 脚程来 平时下棋吗 平时不怎么下棋 不怎么下棋 所以这题对你来讲有点陌生是吗 对 十分陌生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场下 国学少年答题的情况 请看 还好 一半左右的国学少年回答正确 中间的那个楚河汉界 它有一个名字叫鸿沟 这个地方就在哪呢 就在河南的行阳 行阳就在郑州边上 它旁边有座山叫广武山 中间的那条红沟呢 就叫广武界 这个刘邦和项羽 楚汉相争 在这个地方拉锯战 打了很长的时间 其实一开始刘邦兵不多 但是呢 他在底下挖了地道 他晚上让那个士兵 谁去白天又从后面出来 搞得好像老有援兵来一样 那么项羽不敢攻他 所以行阳是中国项旗的测原地 好 谢谢李博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题 三字经中有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万的内容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古代使用的是什么静置方法 A 2 静置 B 8 静置 C 10 静置 D 16 静置 请答题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C 10 静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 十位国学少年答题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场下的国学少年答题情况 好 绝大部分回答正确 石进制这个数学的方法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我有一次去我们湖南湘西的李耶 去看他们李耶出土的情节 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九九乘法表 有三块这个主解 我看到最后一块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这个九九乘法表里面 有二乘二分之一等于一这个口诀 它叫二半而一 至少比古埃及早了六百多年 对 说明我们的这个国学当中 我们的古人创造的这个国学经典当中 其实数学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下面一题 我觉得关宁 你得参与答一下 因为它跟图形有点关系 好 请问图中的甲骨文是什么字 A车 B轴 C气 D甲 好 请答题 关宁你的答案是 我感觉吧 比较像一个车 就是在古代的那种古装剧里边 我们看一个人 坐都是两边的木轱辘 上面有一个顶棚似的 所以我觉得像是车 但是你看旁边有两个轮子 中间有个轴把两个轮子给串起来 为什么不是轴呢 我觉得如果是轴的话 上面那部分就不需要了 多余了是吧 如果轴它应该是一个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车 回答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场上 是位国学少年打击的情况 完全正确 太棒了 好 我们场下的国学少年 我相信陈欢 可能全部都正确 是 对他们有信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下的国学少年 打击情况 齐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俩跟我说B轴 还帮我点那个B 我看他俩选的也是B 所以我就信了 好 好 请坐下来 现在我要说一下纪律 要学观灵姐姐 她是通过自己的思考 才得出正确答案 所以我们每一个国学少年 一定要学会怎么独立思考 明白了吗 齐俊 好 请看题 下列成语典故中 不是出自庄子的事 A 航帝挡车 B 井底之蛙 C 桃钉解牛 B 如此可叫 请答题 什么样的答案是正确的呢 听下 B 如此可叫 我特别想给场下的这个国学少年一个 可能会获取国学公益勋章的一个机会 会好啊 如此可叫这个成语的 谁能够简单地说一下 最开始是谁被人夸奖 你如此可叫 穿黄色旗袍的女孩 应该是张良 对 张良好像是遇到了一个老爷爷吧 然后就那个老爷爷 就让张良觉得那个特别不讲理 但是他还是就比较尊敬那个老爷爷 帮那个老爷爷穿鞋什么的 然后老爷爷后来好像就给了他一本书 冰书然后他就让他去读那个 然后最后让张良变成了一个大将军 我觉得非常棒 好 这个故事情节是基本正确的 好 那你就获得了国学公益勋章一枚 那这个故事呢是记在史记当中 那既然是跟张良有关 那当然不会出现在更早的这个庄子当中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 十位国学少年的答题情况 接下来呢 请看题 在宗法观念盛行的社会 姓氏也有贵贱之分 据百家姓中的排序 赵 钱 孙 李 赵姓并不是中国最大的姓氏 但是却排名第一 由此可以推断百家姓最早可能出现在 A 西周 B 唐朝 C 明朝 D 宋朝 了解历史的话 这一题不难 陈欢 这一题你猜出来了吗 我不用猜 我一看便知 哎呀 一看便知 对 这跟那段历史有关系 对吧 我们就要知道朝代的帝王 A 提示到此为止 请答题 正确答案是 宋朝 开国皇帝就姓赵啊 来 我们看一下场上 十位国学少年的答题情况 接下来还要问关玲姐姐 平时运动不运动 最近为了强身健体 健肥 做了做运动 做了一下运动 对 以前是一点都不动 运动的方式是什么 我主要是快走 因为我跑步啊 坚持不下来 这一题呢 其实跟运动有点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太极拳 讲究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 以弱胜强 这和下面哪位思想家的观点 不谋而合 请答题 正确答案是 孙范 我还听到下面 有人叫个A的啊 他们叫耶 耶 我听成A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 十位多学少年 打击情况 我一看到胡安 听完题目以后 四处张望 我就知道他心里 没有太大的底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 误区概念 认为太极拳 比如说就是 很慢 然后抱怨 对 抱怨 这样能打拳吗 其实真正的太极拳 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叫做太极拳 因为太极拳 不仅是柔中带刚 柔能克刚 和柔中有韧性 它是辩证法 所以中国的太极拳 像中医啊 太极拳 都是一个门禁 它可以进入中国的哲学 好 谢谢立佛老师 接下来 下题 请看题 会当临绝顶 一栏众山小 出自杜甫的望月 请问 这句诗指的是 哪座山 A 东越泰山 B 西越华山 C 南越恒山 D 中越松山 到底是哪座山呢 请看 东越泰山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上十位国学少年 答题的情况 佳怡这题失误了 佳怡这些山去过哪一座 我正好去的就是泰山 你正好去过泰山 但是为什么答不上来呢 我背试的时候 就没有对应那个山呗 还是那句话 知其然 要知 所以 我想问同学们 你杜甫写过三首 除了这个泰山 还写了两座山 中年写的望月 写的是西越华山 晚年写的望月 写的什么山 谁能答出来 并说出理由 这个可以得一枚公义勋章 有 有谁 晚年啊 来 雨萱 那个横山 对 南越横山 可以得一枚 好 得一枚 这个国学公义勋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现在我们不带现金 只带一个手机就能出门购物 但古人必须备好货币 才能买东西 每个朝代的货币的材质都不同 我国最早流通使用的货币 是什么材质的 A 金币银 C铜 D贝 我要提醒你们 我国最早 这个不要忘了 请答题 咱们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D 来 我们看一下场上 是位国学少年答题的情况 完全正确 我们来看场下 国学少年的答题情况 梁元这一题 梁元 我是这样想的 我开始看到了地贝 肯定是最早的 但我想到 可能接着风边这边用贝壳 接着另一边就用风干的鱼竿了 那可能就是没有 全国都统一用贝壳 然后我就想着 全国应该统一 最早的是用铜 然后就选的是C 他讲的也有一定道理 贝壳换鱼竿 以货易货 不太方便 他这个思考的逻辑是对的 但是想的多了一点 知道的太多了 对 他没有说最早在全国范围之内流通的是什么货币 蒋老师 我了解咱们这个国学少年当中 有收藏家 特别喜欢收藏古币 古币啊 对 就是贾雨晨 贾雨晨 我收藏的还不是特别全 几种比较有名的货 大概都有了 比如说呢 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奇异国和燕国用的就是这个刀币 看一下 这已经是一把大砍刀了 这个就有点像钥匙 对 这个金错刀呢 是在王莽时期流通的一种货币 好 雨晨我想问一下 你看这个钱币也是各种各样的 对 有没有哪个钱币 古代的钱币 跟咱们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差不多的呢 你说是方形呢 这样 没有 没有 暂时没有啊 但是呢 小天才 新版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它一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上商家支付 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支付呢 其实是有提前设置功能的 爸爸妈妈可以提前设置好 好 你不要用到超额 它有限定 是 这样就很安全了 掌声给下雨晨 在接下来的答题环节中 厂商少年发挥稳定 几乎全部正确 到底谁会在最后几题中脱颖而出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少年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就要公布我们的答题情况了 有请陈瀚 从刚才看到 我们其实十位少年 他们的水平非常接近 所以比赛也尤为激烈 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有哪六位少年可以进入到下一关呢 请看大屏 好接近啊 天哪 来我们看到实题全部答对的前三位少年分别是奇遇 成果和金浩西 感觉进去了挺高兴 然后也顺其自然呢 那紧随其后的一共有五位少年 他们的答题正确率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规则 时间靠前的前三位可以进入到下一关 他们分别是沐易江 潘玉和杨嘉宜 恭喜以上两位少年每人获得两枚国学工艺勋章 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然后获得多一点的勋章 那的话是对我自己的有期待 我们要看一下场下的各位少年 你们的成绩如何 请看 获得实题全部答对的少年 将会获得国学工艺勋章一枚 我们来看一共是有九位 恭喜你们 我们当然在这里也要送别一下其他四位少年 回到国学大围继续来学习了 今天我想即兴地您送一首诗 小灯夜独以栏杆 国学小将脚冲来 今虽遗憾又落败 明朝卷处又冲来 好 气货很好 我今天也比较可惜吧 因为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的 速度虽然赶上来了一点 但是答题的正确率还不是很高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吧 当然 好 掌声给一下以利 好 下一位少年 今天呢有一题超时了 非常可惜 实际上你还是有这个实力的 有时候盲中容易出错 对 好 我们掌声谢谢四位少年 来 有请入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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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